其实这个中二选区的补选案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总统级的检视 那这个总统级的检视 当然这个就会变成这样更热闹 那坦白讲现在立法院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就是国会调查权 那现在立法委员要去调什么 这个三加十一的调不到 然后呢调这个高端的这个 企业书也调不到 所以这个国会调查权 可是我看这个周一国好像有国会调查权一样 他可以调到的这个资料好像非常多 有很多内线 那可是他这样的一个 譬如说他这样子的这个爆料之后 结果当然第一个中标的就是林家隆 这个林家隆把这个东西 这个为什么招标之后是盐框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打到现在为止 坦白讲可能这个受伤的程度 民进党不低于严家 因为回力标嘛 不见得低于这个严家 那譬如说刚刚这个资料里面提到说 里面参与投标一个叫建兴国际 就安心母公司 那这个读董是蔡其昌 那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到底立法委员能不能去当读董 这个是不是要回避 这个是有没有这个违反 就是说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去当人家的读董 这个在整个规范上 合理吗 适当吗 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基本上 国会议员照道理是不适合去担任这种 而且是有去投标公家机构的 那个我记得在这个 所谓的公职人员的政治现金里面 都规范 这个有参与公家投标的 是不能够捐赠的 结果他可以去当读董 所以这很显然在制度上 这有一个盲点 那不只是这样的 严家也是通话这个 就陈丰 就是陈丰仓储装卸公司 有严家的股份在 他地理是最大的 那这个也都是 还有包括是不是他太太 或者什么也是有其中的股东 这个也都是让我们规范 这个立法委员的家属 立法委员的一个 某一个亲等的家属 那么他能不能去参与这种 所谓公家的这个投标 而且是他在监督事项的 所以这些都会凸显是说 这个对国会议员应该有的规范 所以这个问题都出现 而且有趣的是两边都出现 蓝的也有 绿的也有 所以反而我们除了这个选战的本身之外 其实要检讨这种 国会议员跟政商关系 是不是有回避的这个原则的问题 表款之类的 就是应该利益回避的 不然的话你就变成说 你一万妹去咨询你的职务 然后你一万妹又找亲戚朋友 去用他们的名义去投标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严重的 曝露说我们现在这个国会 没有节制 没有自我约束 这问题那我刚刚问你 那周玉寇会停手吗 是 我认为 因为民营导你内部希望 应该希望他赶快收手 缩手一下吧 周玉寇应该不会停手 他现在这个应该讨论 因为我们讨论 讲了多少是周玉寇了 他就讨论度这么高 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不会收手 就是等于是他这个 这一战他就变成主角了 就一路打到底了吗 一路打到底 天哪 不可能停手的 不可能停手 那他变成这个主导整个战局了 会变成 天哪那林静宇是不是要哭了 那林静宇怎么办 这个林静宇的 林静宇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选票 其实还要看后续的发展 就是说周玉寇如果说 像这个案子打起来 看起来这个 这个是周玉寇有点类似 因为你打到这个林静宇 对绿的可能负面带正面 所以打到自己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不同的这个案子 可能也许不一样 但这个案子以目前来看 这个绿的好像类似 连蔡其商都被调出来了 这个某一个程度暴露的说 蓝绿在正商上的 这个自我节制 看起来状况都有问题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 以目前来这个案子看起来是没有加分 就是两边都互分 两边都互分 但是整个来讲 就是说还是要看后续 有没有新的案子 有没有具体的证据 其实这件事情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网络上面资料很多 很多很多 可以看得出来我对这个事情 兴趣不大 我也都在我节目中没提过 不大的原因是 很简单 现在的交通部长叫什么 王国财 他说什么 他说过程 他说完全合法 没有弊端 那王国财你准备下台了 你怎么可以说他合法 就合法啊 不然怎么办 难道我可以说他违法 然后被告吗 所以有没有这个状况 有没有任何违法就拿出来 拿出证据来嘛 现在目前交通部长说没有 以前是自营 后来改民营 然后蔡启昌也被影射牵扯 网络上面的攻击好多哦 但问题是 你每次选举到了以后 拿出要毁人民捷 刚刚前就讲的我很有feu啊 韩国瑜要选总统的时候多少 那是谁说他是少年官户 现在过这么久了以后 是政党的主席 对啊 你看 你现在还韩国瑜公道有来得及吗 所以选举的时候 那么多的事情 你要讲人家怎样怎样 后来没有那已经选完了 所以这个其实说实在的 不告都没办法 那延宽是不是也告了 对 意图使人不当选嘛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我没有要多去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 就在于说 他并没有显著的无法解释 他也解释了 连王国财都说合法了 那刚刚这个县长在讲说 那可是你就是 爆料的人都还要继续咬 那有什么办法 他为了收视率 不过解决刚刚跟大家讲的关键啊 收视率是在往下掉 对是往下掉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也不是他 我也不替他解套了 看他自己要怎么样 重点是林静怡的选举的步骤 你自己想清楚 你是个补选的人 而且不是林静怡一个人 林佳龙是主任委员 陈伯伟是总干事 蔡总统还是说力挺林静怡 你民进党现在整个党 没有你们自己的想法 你要争取台中二选区的选民支持 言官还没有跟你在那边牵扯 他刚刚PO了个文章 当时他在乌日遇到了那个赵文正先生 就是清洁员 而且也做些资源回收 2012年被复比式列为是慈善英雄榜里面的人物 跟我们陈述局一样的感受到 赚的钱这么少还愿意捐钱的一个善人 他跑去那边看他也没有讲选举哦 他也没有说言官还支持 说加油我同你没有 他只是跟他握了手 跟他讲说在乌日街头看到一个伟大的背影 真的很伟大 我住在乌日旁边嘛 我想如果我有到乌日看到他 我一定跟这个赵文正 宽可能是写说赵爷爷啦 那我一算他年纪跟我爸差不多 所以我就留言写赵伯伯加油 他宽快用他的tempo再走啊 我不会去跟跟他去谈那个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105码头的事情 违法就办 没有证据 算了吧 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真的觉得每一次有任何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选举哦 你看以前马英九前总统的时候 也讲说什么当场收了企业家多少钱 后来呢 后来又说是听别人讲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刚刚前秋讲的 没错我都同意前秋刚刚讲的 前秋刚讲的所有话我都同意 不是说很有微信啊 讲的东西每次都中啊 常常不中啊 那你还去纠结他干嘛呢 再讲最后一次 王国财多算没问题 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好那我这样问你哦 会不会那只是刚开始而已 比如说以这个郭章亮哥的说法 现在前期都只是干扰战 真正的关键时刻在12月18公投之后 之后的话他会出重武器 或者是呢有什么大绝招反杀 还会吗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选举就是刀刀剑骨啊 但是问题是刀刀剑骨的东西 未必是真的 我刚刚举韩国语为例就是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台湾选举其实说是在 有一点点往二字化发展 为了让你不当选 想办法让选民讨厌你 让选民讨厌你的方法 就是讲出你以前的丑事 糗事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丑事 糗事 那我就捏造一些事情 让别人讨厌你 对不对 那这台湾的选举已经变成 这么二字化了 所以关键是什么 关键不是爆料的人 也不是选举的候选人 是每一位在看我们节目的 观众朋友跟有投票权的人 如果选民自己会判断 那说到太行 我两条都歪一条 也不受影响的时候 自然这些所谓的奥博 就慢慢没用了 要不然选举前一天 突然来一个什么东西 丢了一个什么讯息 那最后呢 那最后道歉啊 我听说的东西是假的 那也就 大家就和解掉了 可是你已经造成别人 在选举上面的 严重的伤害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选民的程度够高 这一种 毁人民节的抹黑 就没有办法出现 那因为现在其实说实在 我为什么觉得说 这个tempo绝对不是民进党要的 9月18要公投耶 如果这个真的是 所谓的大绝的话 有人这个时候放大绝的吗 你是没有打过网络游戏是不是 放完大绝会有CD冷却时间 短时间之后没有办法再放 所以如果你一级不中 再级不中的话 反而是让严寬很更稳耶 你攻击他攻击半天 发现都是乱攻击的时候 大家反而说 这样严寬应该没问题 他反而涂上了防护罩 那怎么这个时候攻击呢 如果这有一个事情是 好啦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有一个攻击是 有一点模糊的 可能会对他造成伤害 但是如果时间解释 久了以后又没事了 那我一定是最后一个礼拜才丢啊 那你来不及解释 然后就投票了嘛 现在是几号 11月就在弄 那你1月9号要投票 你不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吴子佳有说 这些攻击都不是为了什么 只是为了收视率 只是收视率也往下跌了啦 那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 刚刚讲到12月18之后 伟翰认同说 有可能会放大局的时候 我就看到呢 这个县长 县长你立刻你知道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在看伟翰 所以你是要补充是不是 这个当然这个 国家机器有国家机器 另外更多的资讯 那这些更多的资讯 会不会在 12月18号快去选战的时候 会出手 会提供相关 因为现在看起来 很多内线的资讯 都是有内线嘛 不然周一货也怎么那么多资讯呢 那这些资讯呢 可能在国家的机器里面 可能会更多嘛 所以应该还要再看看 还要再看看 现在可能就是 的确是收视率 是最大的关键 好 那可是因为呢 这个分析这个中俄 补选的战局 我们看到在上报 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说其实现在对林静言来讲说 没关系 他转为低调 他勤跑基层 那基层这一块 会不会也适度的就削弱 严加的在地基本盘 那他们所谓的减法战 最后还是看好是 林静怡会略占优势 6比4胜出 浅秋怎么看 我自己个人完全不同意了 不同意 林静怡在这个选区出现 他是空降 一开始就被以女版 陈柏惟这样的角色来定位 那因为他的过去的形象 跟发言的确跟陈柏惟 那种肆无忌惮 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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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这一连颤的被丢跟喂资料 绝对也不可能是单一事件 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整个服务院吧 或者是整个民进党的这个系统里头 开始喂一些资料给他 让他去测水温 而这一波一波的测水温呢 当然周一科一定会把这些资料 都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些淋漓尽致 已经到了极限的情况之下 开始现在要往下走 所以他已经往下走了 没有影响力啦 所以你在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可以因此得到喘息去地方 请走的机会 其实就是看不到 而且反而这仇混值 不断不断在飙高 而这所有可能丢出来的议题 都已经被弱化跟不信任 因为我看到刚刚讲交通部长 王国财不一定公开的讲 帮他帮这个严家背书了嘛 这个都公开交标合法的啊 那前任林家龙 那现在不是前任部长林家龙 他不是现在在帮林静怡吗 那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我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现在的 社会是非都倒着讲 他怎么说 林家龙透过办公室助理说 政府相关重大的工程标案 有一定的流程跟规定 那么但是人民有资的权利啊 那既然社会有疑虑啊 被质疑的当事人都应该进一步诚实 厘清才能对社会交代 基本上他不是 基本如果是他自己被攻击的时候 你应该请提出质疑跟攻击的人 把证据拿出来 你要攻击别人 你怎么要告诉别人为什么 你的证据在哪里 你空口说白话 过去我对不起我常被问到 证据在哪里 你的监视器在哪里啊 对不对 动不动就要被问证据在哪里的时候 为什么林家龙现在就可以支持 像周玉寇这样的人 用一些看起来没有证据 没有资料 没有内容的 就是攻击 但是当你不想 你反对你要打击的对象被攻击之后 他就说 那你张事人要有责任要厘清清楚啊 就跟法院上的张事人进局 就完全是相反的 败诉所在举证之所在 你既然要攻击别人 那你就要举证 对你要拿出证据 就是你责任在你提出来攻击的这一方 但现在把他倒过来 整个是非倒过来讲说 你既然被攻击 你就要有责任要厘清除啊 我明明没有什么外面生的小孩 我就那么一个小孩 你硬让我说外面生了三个小孩 那我要怎么举证 我就没有这些资料可以给你 那你总要说人家有时候 你要拿出资料来 那连这种基本的逻辑 林家龙都已经可以倒着讲 所以现在在整个这个逻辑是非 是错乱的情况之下 也只能任凭着声量 我相信选民当下也不是白痴 如果说陆战本来就强的 严家现在连空战都已经逆转胜的话 那林静宜还完成 已经算逆转胜了吗 至少我现在网路声量啦 网路声量看起来 空战现在胜的是周玉寇啦 对啦对啦 我刚才没选 严家恒 严宽恒 已经比这个临家乙 临静宜啦 你现在错乱了 好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连严宽恒的 这个声量都已经上来了 网路上最弱的部分 他都已经上来的话 那林静宜真的不用玩啦 所以怎么可能还有什么 什么六四的这样的机会 那个只是一个看起来像 壮阳药在那里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感觉而已 是不是国家机器动作呢 什么叫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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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老式的国家机器 这个词啊 那一支媒体有讲说 你这样有被边缘化 我不会认为我被边缘化 其实第一个事情是 这些议题本来地方长期就知道 长期地方也都在讨论 那这一次全国来关注 我觉得对于地方澄清 或了解这些事情是好事情 那我们在地方的行程 我相信大家有看到 我们不论是公开行程 或者是私人拜会 我们一直都是满满满 这个没有什么边缘的问题 那刚刚这个 那个严宽恒回应说 公保地这件事情 他说不是他买的 他也完全不清楚这件事情 那他就告诉大家是谁买的啊 不然怎么会在他们的手上呢 那今天就是刚好的行程又撞起了 会觉得说尴尬啊 不会啊 地方上面在选举 那这里的 因为我们之前疫情的关系 很多活动都是暂停的 所以这段时间大概在年底 疫情稳定了之后 很多的活动都会很积极的主办 那对所有候选人来讲 我相信我们都是有行程 可以配合时间可以配合上 一定就是跑好跑慢 所以这个很合理 我们至少在我们的团队的评估就是 行程上面能搭配上面的 能够参与的 行程能够塞得出来的 我们就是跑好跑慢 这是我们团队的做法 你现在是在问问题 还是发表你的意见 我觉得你不是在问问题 是你在发表你的意见 我觉得你刚刚是在发表你的意见 不是在问我问题 好还有吗 我原来最近那个 严正营跟那个蔡奇桑副院长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指控 那会不会担心说 影响后续的后援会运作的情况 不会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乌龙爆料 什么是国家机器 为什么老用国家机器这个词 我们就不禁想问 现在是不是民进党的党魂叫做什么 叫做强势之恶 你从林静怡脸上的表情 还看不出来吗 Mine对了 她才回答 Mine不对 她干嘛撩你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其实口罩遮住了她大半边的脸 否则你口罩拿下 你会看到她那个嘴角 她那个不屑的神情 我觉得她这个表情 让我想到了脸上充满了七个字 不屑 傲慢 不耐烦 然后她被这个记者一提问 一开始那个国家机器 这四个字 仿佛一个开关一样 本来她是一个 我形容 也许本来她是一个不正常的 但是国家机器这四个字 一开关开启了之后 马上正常了 正常到怎么样 那种傲慢 然后那种完全没有把媒体 第四权和人民 还有你的 不管对方是谁 什么颜色 什么政治意识形态 什么政治立场都没关系 她马上开启了 然后变成一种敌对式的 然后西色式的直接就要呛对方 然后如同刚刚佩萱一开始 跟大家这个观众朋友们在讲的 好像是来吵架 在打嘴角 我跟她常常有机会上 这个政论节目 她的作风就是会 一直这样子 咄咄逼人 会一直这样讲讲 漏漏的 然后完全完全讲她的观点 她完全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可是你遇到她的地方 都是在她的这个相对 比较温暖的舒适区 对 她的同温层 所以她习惯于这样的一个同温层 所以当她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她完全把耳朵就关起来 耳朵对不起 自动关起来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 当一个民意代表 当一个政治人物 当一个立法委员 你需要的是请听 你连问题都不愿意听完 然后就一直质疑对方 在发表高见 然后发表 就算是发表高见 套一句民进党的话 还是没赢吗 没赢钱吗 不能这样做吗 不是 做很多的民将 从蔡英文到你们自己的人 都一再说 要谦卑 刚看那个画面 我们虽然一再屡屁重播给大家看 对 那难道林静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就是谦卑吗 我告诉大家 她之前为什么她会对国家机器很敏感 她每次听到国家机器 就整个快压起来 之前也有别台的记者 在问她国家机器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因为不是 问的人不是中天 所以她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 直接理智断线 然后直接变得这个 非常的这个 好像充满力气一样 她当时问到国家机器 她说国家机器这个 中文没有办法证实啊 她就这样想一语带过 然后这样子好像 这个青州雨过万重山一样 国家机器没有经过证实 那你我们是全民 全民的那个纳税人也好 人民也好 观众朋友也好 大家的眼睛都是业障重吗 看到都是假象吗 光是他们府院党 民进党动用所有资源 然后跟这个大绿小绿落一盘 大绿小绿合在一起 激进党民进党这样子 全力的在冲这个中二 还有全部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那个行政完全没有中立 直接动员到这个公投上面 这难道不是国家机器吗 国家机器还用讲吗 你们在做的行为 你们在做的事情 全部就是嘛 哪有人说你们执政 不是你们执政的时候 就是有国家机器 已经轮到你们执政 别人在意的时候 就是没有国家机器 没有这个事情 这不是太夸张了吗 所以林静怡她今天这样做法 我觉得 除了刚刚讲的不屑傲慢 不耐烦之外 她你看她刚记者在问的 只要是彻翼打颜家提的议题 打她的对手 她几乎都故意问好问满 有问必答 只要是彻翼 不管是帮蔡奇章讲话的 或者是这个打颜家的什么 只要跟颜有关的 她想要塑造出来是 我是记者 记者问我我才回答 我本身没有在 着重在这个议题去打对手 那这些打对手的议题 都是我的彻翼 都是这些什么 然后阿里不打的 然后打完了之后呢 一定会问她的回应 她再来这个 以一副很高尚的姿态 高高在上 然后在那边回答 事实上我觉得 她这个策略是错误的 她故意想要避开 这个不是我发动的 是彻翼发动的 我只是被动回应 可是在被动回应的时候 往往又故意讲得很酸 然后又好像补一枪 然后又在这个 伤口上撒盐一样 这样的方式 其实只会让大家看到 一个曾经当过立法委员 然后选民打电话去办公室 结果说助理在大便 这样的一个立委 思想心中的心态 完完全全就跟她当下符合 回答媒体那时候的时态一样 就是心里面整个心情 好像在大便一样 那时候大便那一句 你还记得她那个样子吗 她其实跟今天是 跟昨天的画面是一样 跟昨天的画面是一样转 她说反倒不能去大便吗 一样呛 一样转 一样嚣张 所以我才会提醒 台中市第二选区的中二选民们 你们要这样一个助理 在大便的立委吗 你们要这样一个立委说 晚上九点十点就可以洗灯关灯 不要发电了 因为那个台湾没电 电力没电了 然后关灯去睡觉 然后睡觉呢 去做人 去生小孩 就是要这种方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委 这种立委是非常强势的 我荣获刚刚我不是有提到说 他认为地方的记者 讲说那个是在发表高见 我觉得你在发表高见 你不是在问我问题 他讲了三次 我告诉大家 他跳针这三次 只要花十秒钟到二十秒 你回答一下记者的问题 然后莱猪 治安 然后这个物价上涨 通膨 这难道不是大家关心了吗 他哪里发表高见 高见是指说 治安问题 然后这个通膨 然后像我们这样开始 开侃而谈 然后这个通货膨胀 非常的这个严重 然后物价上涨 当人家问你 你怎么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总和起来问你 我觉得林静怡 你如果不想回答就算了 因为你是一个立法委员 要成为国会议员 你就要接受检验 当人家问你 你要问得出 我相信他答得出来 他不是说 自诩而学历很高的医生吗 那你答得出来 你就要好好的耐心 去跟人家沟通 如果你连这个 都不愿意做的话 媒体代表的 不是只是那个提问的记者 不是提问的那个 拿着手机 或拿着这个摄影机的摄影大哥 而且等一下也会想到 今天我有看到一个媒体人 在网络上 就他的平台就有在讲 我自己在地方 也是记者出身 在地方 我也是地方议员 也会接受地方的 这个记者询问 哪一个电视台 哪一个网络 不论蓝绿 不论政治形态 不论意识形态 不论政治立场 他就是代表媒体 就是代表电视权 他不管问我什么问题 再尴尬 再充满这个敏感性的尖锐性 我还是要回答 我还是要讲 然后照样照单全收 因为这些都是地方的 媒体记者大哥大姐 都是好朋友 他们没有什么党派 没有什么 这个工作形态 或他因为工作 他媒体 或许甚至他拿的麦克风 是帮人家拿 你今天在呛他 在骂他 我不敢说 他会得罪中俄选区的 那些的这个 媒体跑新闻的记者 或者是在台中市的地方记者 但是起码我会相信 起码在中部地区的 这些记者 一定会把他立为 不受欢迎的 这个采访对象 那你如果要弄成这样的话 我想到了在美国当时 不过这样太高攀他了 当时川普在美国 就是这样跟新闻界 闹得很不愉快 闹翻 然后就说 这个是假新闻 这个是这样 然后都在骂媒体 我相信林静怡的 他的身世 他的水准 当然不如川普 但是他的心态 他的这个 非常恶子的那种心理 可能可以趋近于他 就是永远别人都是坏人 只有他是最 最善良的好人 当你有这种状况 先入为主的时候 我提醒选民 提醒中俄选区的民众 你们要选了一个候选人 是那种 你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甚至像 省疫苗 然后跑掉了 去上节目 不出席一样 这种人 然后在地方上 你也看不到 然后如果你质疑他的话 他会说又不是在选里长 又不是在选这个地方的里长 林长 你们要选出这样的一个民众 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来代表民众 来帮你们服务吗 我觉得这是值得 中俄选区的民众好好深思 刚好在选举前 他那种完全不谦卑的脸 都不演了 那种表情 那种神情 你们一下都看得出来 可以作为你们投票的参考依据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友志哥 原本听说你绝临静怡 其实人还不错啦 但是在这次 也要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刚刚建民哥有点评的 就是这篇网路的这个政论 他有讲到说地方的记者 其实蓝媒也能够很绿 绿媒也能够很蓝 更多时候是帮忙倒腿 帮忙拿个麦 你以为的他 其实不一定是他这台嘛 有时候大家就是分工合作 不是吗 有这个 林静怡 我访问过他三次 他确实不是像今天看到的这样子 我到现在 还是要跟各位这样讲 那为什么会变这样 我等一下说 林静怡我访问过他三次 他也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现在都监督执政党 而且我的炮火应该是在蓝营里面 应该前十命应该有 他还敢来 而且我说实在的 他有防卫心 但是在访问的过程里面 我只要跟他讲说 我今天是跟你就事论事 讨论议题 其实他可以讲话的 再来 第二次 我有一次我是跟他去17直播 第二次的访问是在17直播 那主要是针对网友 年轻人 但是我在17直播有开台 那时候网友非常不客气 17直播都是年轻人 其实那一次他就非常不客气 网友的访问都不客气 对他也批评的很严重 然后那个他看的留言 都很尖锐 他其实情绪有点来 那天聊些什么议题 网友为什么会对他不客气 那天好像是讲到 医疗问题 好像就是防疫的东西 然后网友的对他的反应 都很不客气 下面的留言都是有点在骂他 然后他就有点跟我讲说 是不是因为你的厂子 这些人都是你的支持者 我说这是17直播 我说17直播跟我YT直播不一样 17直播是一个普遥的概念 但是什么人都可能随时都可以进来 不是我的粉丝 这里不见的都是我的粉丝 然后后来他听到这样子 我解释完之后 他其实就count down了 他说好 那我们就事论事 我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也是那天也是把他讲完 我从来没有 他有防卫心 他防卫心真的有 这个是不可否认 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这么的 那个剑拔弩张 那为什么今天会变这个样子 我觉得原因就是 我最近所有的人 我都这样讲 你看这个 包括我上次讲的四傻 那个什么陈时中 讲那个什么话 然后讲保健食品的陈其中 这些人全部都累了 我想包括林静怡也累了 林静怡真的非常的 心里面很焦躁 我 佩馨我跟你讲 我不是政治记者出身 我不太擅长说 像黄伟瀚或者是 其他的政治记者分析 像上次歌 有什么政治的后面的魂 派系 这个我没有那么擅长 但是我是社会记者出身 我对人物是专长 所以我大概采访过两次 我就知道这个人性格 他会怎么应对 我说实在的 在我看来 我如果以我现在还是在线上 我一看就觉得他们累了 累了就会有一个现象 叫口不择言 我相信静怡 陈时中近期也是 像你也有 一天如果主持超过三场 静怡你大概一天 我们大概上节目 上第三场以上 就累了 我想真的 你有没有那个经验过 到第四场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样 你懂我的意思 他们真是累了 五百场的宣讲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而且他们自己踢到自己的铁板 你知道那个很累耶 就像我们前一阵子 不管怎么讲 老百姓都不会有反应 那时候你也很累啊 不会很累啊 你看我状况真的很不好 因为讲的 就好像一堵墙一样 你冲不过去啊 他们现在遇到公投 跟中二选区就是这样 所以林静怡现在 他会觉得他在中二选区很无力 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选 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放到中二选区去选 就是格格不入 虽然他是在台中职业 但是他还是医生 他还是以医生的身份 在看待中二选区的人 他以天龙国医生这种身份 然后再看中二选区的 以前是不分区也没有选举过 没有嘛 他不懂什么叫地方选举 然后不分区 然后天龙国 他会对中二选区的人觉得 他怎么格格不入 他怎么讲 他讲不出去 他会觉得好累哦 我怎么讲你们都听不懂的话 问题是 林静怡你应该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不是每一次访问都像碰到罗尔治这样 可以跟你negotiate 你现在碰到的中二选区选民 是你拜托他 他放不下 他放不下 他的个性他放不下 他放不下 你看他每次来我访问 他都会有他会有防备心 你对中二选区的人不能有防备心 因为我去那边罢免的时候我去过 后来我又再去那个上次江启臣 约我们到台中去公投宣讲 我对台中这些人 我真的是配非常配很喜欢 为什么 他们真的很真 超真的 你如果用林静怡这种方法 你会发现 你没办法跟他们沟通 你一定要怎么样 台语讲会出来 而且你 就像那天我跟那个罗志强 还有那个游淑惠 然后我们走那个烏日市场 我跟你讲 你绝对不能用你们传统 国民党的方式 那种大众走 就在市场里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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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行 我跟你讲 你问静平就知道 静平那时候我跟他 刚刚才在外面讲说我四年前陪他去赛市场 我跟他的找法则是什么 我们两个走到摊子里面去 对 静平你是不是也这样走 这些 一摊一摊的这样子前后左右 而且静平之厉害的 那个叫什么市场 新民市场 新民市场 静平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 他名字全部都叫得出来 真的 搞不好也知道他们家的家庭结构 他知道啦 什么什么的 他还会问他说 那些女孩都是这样 什么 他超强啊 而且你说实在他才几届 所以台中二选区就是这个环境 就是这种环境 地方都是这样 你林静怡绝对没办法 这种像在台北这样 我是林静怡 然后空战狂骂什么 他空战这次我很想探讨 他这么爱空战 他怎么会输给扣扣 我跟各位讲 林静怡的空战 跟陈柏惟的空战不一样 陈柏惟的空战 虽然不是台中人 有台中人的空战 我真的平良心讲 他的讲话直播 有台中人的空战 真的有 我跟他讲 谁适合我也适合去台中 因为这真的是 可以进得去的那种人 林静怡真的 你刚刚静怡就讲嘛 你叫他改 有没有可能改 不可能 你叫台中人改喔 怎么可能 你要去拜托人家 你要去那边选的 你要谁投谁啊 又不是林静怡投他们 对啊 所以林静怡这一场选的很痛苦 我只能跟各位讲 很痛苦 民进党的那些人 现在为了公投也是很痛苦 他们已经游进灯窟 所以他们口不择言 你知道吗 随便讲话都会变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月 你还有得笑咧 我真的要麻烦 做那个graphic的那个 那个执行制作 要把他们的这一个月来的 全部要标起来 不断往上挤 一定会有 不断的一定有 绝对不是只有今天这样 一定还有更多 因为这人类的人 你控制不了情绪的 你最后林静怡像记者 我真的想问 旁边那个拿了三粒跟 民事麦克风的 是不是以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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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为他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长得像 长得像 我想说 你说我好朋友吗 不是不是不是 声音就知道不是 所以你看看那个 拿那个中天麦克风的 刚刚那个这篇 文祥政论写的就是这样 对 我讲真的 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人物 但是在地方的那些记者 住地记者是什么 你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哪 哪一个三的大哥 对 我跟你讲 他来就是一串麦哦 我会占太多时间 我再给我一分钟就好 我跟你讲我以前 我常常我喜欢去去住地哦 去那个去代访住地记者 你知道多有趣 我跟你们讲这些大哥 是什么叫大哥 我曾经去某一个住地 不是地方那个角头那种大哥 不是那种大哥 他们可是他们的地位 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你看到一个胖胖矮矮的人 你知道 那我想说他是住地嘛 什么了不起 他到他他在接我 你给我出差嘛 然后来接我 那车开着 然后我一路走市区 你知道 走一走走一走呢 走到过去那边 就有个警察 对着车子敬离 然后走没多久 又有警察对车子打招呼 敬离打招呼 在沿路 我说 奇怪 那个静明哥 我刚刚发现 十个警察 有八个跟你打招呼 他们都熟 很炒好不好 我都知道啊 那个阿翔 第二的那个 没法队地位 那个是叫什么 第四的没法抛呼 你不知道 那上上礼拜才来的 他是从彰化调过来的 然后全知道 对 超熟 大哥级的 所以我就跟他 我跟他 诶 静明哥 如果我来 比如说彰化 你可不可以叫得动这些 我说你来选划算 我当地 占什么给你 我叫一声 你最不亲战也五千票 嗯 媒体大哥 他地方上 不会特别去分什么颜色 然后什么人都像好朋友 不管蓝的 他也不分线 也没有分什么 跑政治社会生活 他都通包 我直接跟你讲一句话 住地记者得罪不得 我真的跟你讲 真的 而且就像这个文祥政论所说的 他有提到 我们在地方上 你真的常碰到 比如说我们两 我跟有志哥 两个人都是地方记者 对 那今天我可能拿着 那个比如说绿媒的那个麦 也可能 拿中天三 这个中天 还有这个中视 所有电视台都拿 那有志哥可能没办法去跑 他去跑别人 因为地方很大 台北的每一条线都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佩雪 你跑立法院 那个谁要跑行政院 然后台北市政府 会分得很清楚 那地方的话 比如说整个桃园 那就是你去跑 整个台中你就去跑 山有海有屯区 那怎么跑啊 所以比如说有志哥 他去跑那边的时候 他会帮我去拍那边的画面 可能拿到山里的麦 所以有时候会拿麦 有时候会大家的麦 一起放上去 大家的麦 就是你看不出来 有时候干脆不拿麦 用手机拍 后来就干脆不拿麦 有的是 有一开始是所有的麦 一起拿 这样子 很多处理是没有麦的 一个大头 后来是就是干脆 就避开那个各家的麦 都可以传 大家都可以互相传 那有时候是我去 我代表去 我帮有志哥拍 我拍完了之后 我画面要给他用 所以其实我觉得 林静怡就像文祥政论 这个媒体前辈 这个大哥所讲的 他可能真的 从台北天龙国人的思维 到台中空降到台中地方去 你还在抱着台北的政治人物 政治工作者的心态 觉得你骂那一家媒体记者 或者是你看那一家媒体记者 这个问题你就看他不顺眼 诸如此类 但是他背后有代表多少个媒体 他也要帮人家拍 你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对 然后你一直在跟人家吵架 那人家真的装笑 你怎么不好好地回答问题 我们每一家媒体要剪 各自要的一段 你刚刚看到那么多的麦克风 那么多的麦 有可能是台北下去一些 有可能是跟着他这个采访的 有可能是SAG直播 什么都有 但是地方记者一定跑不掉 地方的一定不可或缺 而当那一两个地方记者 拿着一堆麦或者是手机的时候 那个就是他代表 他在帮其他的媒体一起拍 还有网路媒体 还有串流 还有什么的 哄哄当当的一堆 你这样子一骂 所以我才会提醒他 你不是中二选区那边的媒体记者 你那边台中市的地方 都跑光了 以后谁还报道你的新闻 虽然说 1月9号补选 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那个说长没有多长 就是一个多月 但是呢 在一个多月你要不要跟人家相处 你用这种态度 我才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可取 你用这种态度 你真的要选举 要选举起码在过程当中 展现出一种风度 一种应该有的态度 或者是礼貌嘛 你真的不爽 或者是觉得很敏感 觉得对他这种问题 他是很尖锐的一个人 就是他会坚持己见的 滔滔不绝的 这样讲下去 就是人家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 就如同当初一开始那个3Q成功被罢免啊 然后国民党那时候还没有决定是谁 然后颜快航也还没有思考 确定是不是他要出来 他就在那里面讲说 哎呀 国民党你们蓝营都不知道 那个要推什么候选人 干嘛就把陈柏惟罢免掉 干嘛就3Q掉 你们根本没想到 你根本就是在玩火自焚嘛 然后想不出后果就应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哦 也没 谁会知道3Q一定会过关啊 就算百分之百也不知道 也不能这样讲也不晓得啊 哪能像你又不是算命先 你知道状况结果 你先跑去那边 把这个户籍先牵到那边 然后stand by 然后你就已经做好准备 你都知道3Q会被这个罢免成功 然后你都知道这个你3Q一定会过关 你这么不看好陈柏惟啊 我当时也这样子讲他 他马上脸就很臭很酸 然后就继续 还要滔滔不绝讲他的想法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 任何人给他的一些批评或指教 或者是想办法跟他讲一些论证论理 他不会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只想讲他自己听他想听的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时候只是把他的本性给造出来 嗯 刚好就是你说啊 他越来越累 那我们要问一下 颜宽恒下到底有没有活过来 是不是越来越有力了呢 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码头 其实今天我在立法院问何志伟 说何志伟他有说 不要把中二选区搞到这么中二 然后呢好像大家就是 明明应该拿加油棒 加油棒帮对方来助选的 或是至少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就你们怎么每个都拿球棒 在彼此这样选举 我就说 拿球棒 所以你说是中二选区吗 他就说 对啊他就说 中二选区选成这样子好不好 不要搞得像政治上的国家棒球 对这他说的哦 然后针对的是 现在太奇商不是也跳进来吗 叶野剑也跳进来 他说呛赌15亿股票啦 如果他没有这15亿股票的话 那你就要负责 吐出这些15亿股票 来言宽恒我刚刚为什么说他火过来 他说你身为职棒的会长 你怎么自己在呛千赌 你要如何端正这千赌的风气 宽恒自从 那个白乔英跟张宇轩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受访的次数变高了 而且他每一次回答都有梗 他回应的方式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 就其实就很媒体记者风 对 我觉得白乔英跟张宇轩影响他蛮大的 而这个是好事 这个是好事 因为其实台中的记者 都苦无可以vs的东西 你知道 为什么因为前阵子都看周玉寇在表演 我没有点可以抓嘛 就只有抓周玉寇 对啊 严宽恒又不爱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广播还有今天广播 我顺便自己打个广告 我昨天广播的标题是什么 来谈谈台中二选区的两位候选人 严宽恒周玉寇 你好烦 你真的很烦 然后结果一堆的观众 私讯我们自己 我们中广新闻网说 跟你们主持人讲一下标题写错了 选那个候选的是林静怡 我们那个小编跟他讲说 我们有这个故意的 你不要害人家到时候 中二选区过去投 那也没周玉寇 就跟你讲已经有这个现象了 到时候你的阿嬷 已经看到说 我们台中没有收集 叫周玉寇给你算 那我们都没投 名字都没周玉寇 他就都盖 就废票这样 这样可以吸引听众上门 阿嬷就是这样 然后今天我的标题是什么 名嘴当候选人 候选人当名嘴 你不觉得吗 像整个中二选区乱七八糟 你根本不晓得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对 所以何志伟讲的没错 但是说实在 志伟比较理性 对啦 他讲的话比较理性 但我想请问何志伟 谁在围欧谁 谁是马莎 谁是福斯 对不对 今天是 林静怡你们这些人在围欧 我跟你讲 我有争议 所以他讲国家棒球队 没错啊 但是讲错了 应该照那个许国勇的逻辑 是国家球棒队 对 国家球棒队 国家棒球队 真的是我们的那个中华队 我们那个中华进行 他讲应该是国家球棒队 从民进党行政院到这个地方 从中央到地方 然后从立法院到这样 全部每一个人都拿着 拿着一支球棒 只要你这个颜宽衡走过来 或是有颜佳的一个因子 再就一棒夯下去 人家U21他要怎样 欧50哦 欧20的棒球队 智伟兄 他也是从台北市议员上来 然后民进党立委 虽然也是政治家族 薛林的儿子 以前他妈妈在当立委 我们在立法院跑新闻就认识了 那至少他会 又年轻 他会讲出年轻人的心理的想法 把这个现象状况描述出来 讲的虽然有点含蓄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算到位 我讲 我跟各位讲 你们现在开始要去体验一下 颜宽和 我现在要求中天的观众 做一件事情 你试想如果你是颜宽衡 我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办法撑20天 你自己看 自己看 我们做记者有整理资料的习惯 你看我随便找了几天 我没有每天都找 你看他被多少人K 你要给镜头拍 没关系 但你自己Google也可以Google 你Google颜宽衡 我跟你讲 你出来的已经全部都是在骂 被骂的 有没有 轰最多的就是周玉寇 老婆也被拿出来轰 有没有 然后还有谁 王时期 范世平 洪生汉 李宇貞 汪杰明 然后 讲太多了 周范不及被窄 我跟你講真的是超夸张 洪生汉要骂 那个中火 我们采用的 为什么要吸你们这些空气 然后洪生汉 连这个都可以K他 对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统计到16号的时候 我戏称叫七个小矮人 跟一个白雪公主 七个小矮人 就是洪生汉 范世平 王时期这些七个小矮人 白雪公主是谁 周玉寇 我是担心你们等一下 中间下面整个就 你不要再害我们下面就是 怒怒怒怒怒 怒怒怒怒怒 吐吐吐吐吐 白雪公主 一颗白雪公主 跟七个小矮 大家是有志哥一颗苹果 请他吃毒苹果好不好 我真的也会想吐 真的 现在 我今天23 25号了 26号了 我跟你讲 我昨天晚上统计到凌晨2点 现在总共有17个人在K他 17个耶 1打17啊 我昨天统计的 17个人K他 后来什么林楚音 什么什么全部都加进来了 民进党立委 民进党市议员 铺天盖地 不管是不是在台中选区的 只要沾上颜宽恒的话 你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17个 你看看如果你是颜宽恒 你没有办法撑20天 17个人在K他 我真的觉得 以白桥英跟张雨萱 去了这几天以来 你已经可以打成平手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做法 已经做得不错 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 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 就是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他们丢出一个什么议题 就一直跟着赚 但是这个部分呢 张雨萱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张雨萱就是中二型 不是啦 他以前是坐我旁边 真的中二 对对对 我跟你讲 他就我跟你讲 他讲得粗糙了 他比辣热 你知道吗 他很适合中二选区 辣热的意思不是说他烂 辣热的意思就是 如果人家骂他打他 他就怎样啊 对 我跟你讲 你好到哪里去啊 你去看到文章也是 可是你真的要选举 你真的不能剥理性 对 但是我是希望说雨萱 只要稍微控制 不要让也宽衡 掉入议题的陷阱 就一直被拉着走 都可以 那到目前为止 我看他的回应 雨萱跟乔英给他的回应 都希望他针对大一点的 不错 媒体记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针对这个问题打 对啊 雨萱我知道你还是会看中天的直播 他很认真哦 他会在看你们在讲什么 对员看要讲什么 有时候提醒你一件事就好了 你如果要打这个人 往他一阶去打 像以前我们做社会记者 我要修理分局长 我跟你讲我不会修理分局长 我一定修理警察局长 我修理警察局局长 我修理警政署长 我要修理警政署长 我一定修理内政部长 我要修理内政部长 修理刑事院长 高一阶 不要把自己格局做小 你会发现言宽恒 今天大家在问他问题 你财产这么多 有名嘴开玩笑说 叫你来做财经教学 你怎么样啊 他说请问一下 蔡英文跟林佳龙 要不要来顺便教一下 对 这就对了 把他们拉进来 拉高 你不要跟林静怡打 干嘛跟林静怡打 干嘛要上市对下市 跟一个名嘴打 你什么咖啊 我们这些名嘴臭嘴烂嘴 不要去回应这些 他也懒得跟你在那边讨论什么 蔡英文要不要 15亿的要不要接 他就跟你讲说 你中职的会长 你这样搞 我觉得 我觉得 最近的言宽恒 是真的又进阶 是好事 知道他重点了 我最后讲了 我觉得言宽恒 只是趁这一次的选举 要来清一些战场 我跟你讲 这一关让言宽恒过了 就不止这样了 为什么 言宽恒现在如果 就算没有太大的动作 他要选上 竞平你觉得很难吗 不难啊 国家机器 就算国家机器也打不倒他 因为他们家在台中 经营之深的 每个都跟你们打的 那个新民市场一样 你知道吗 他们超熟的 熟到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言宽恒要上 没那么难 但是他有点故意 反正你们要打就尽量打 17个来也好 71个来也好 一次清干净 还是先三五 一打三五 你下一次要再打我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可以打 所以我觉得言宽恒 这次的选举 是有在用脑袋的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机会更强大